嗨各位我是金川一 今天只要你是一個愛看動畫的人喔 那我相信你或多或少都對學日文有那麼一點興趣吧 我還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高尾有那一種第八節選修的日文課 班上很多愛看動漫的都會去報名 我自己算是比較幸運啊 啟蒙找大多數人一點 誒我說的不是看動漫這件事情喔 而是學日文 我的學日文經歷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回到小學五年級吧 都差不多高二的時候 因為當時受到社團同學的影響 我跑去報名了日檢 那時我考的是N1然後就 也有考過這樣 當然啦考過之後我還是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學 但至少我現在不管是看動畫 看日劇看VE還是出國到日本玩好了 基本上我都是完全無障礙暢行無阻的 我相信現在很多愛看動漫的同學 都很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說呢今天我打算以一個比較幸運的過來人的身份 來聊聊我個人的學日文經驗啊 包含我受過哪一程度的日文教育 平常是怎麼練習還有回答一些常見的迷思啦 OK321我們開始 好那開頭我想要先回答幾個大家可能會有疑問的東西喔 第一我不是日文系的 對我忘記我有沒有在影片裡面講過 但我大學是讀英文的 郭高中也都是那一種最正常的工地學校 沒有留過學沒有教過 換沒有外籍長輩或親戚 起跑線跟絕大多數人都一樣 只不過在我小學的時候 我媽有讓我去上日文的一對一假教課 我從小五上到國一前面一點點 有大約兩年半左右的日文經驗吧 在那之後呢就全部都是自學 自己買講義買提醒回來做這樣而已 像我前面講到我高二去考N1嘛 那段時間我就是每天放學後 到去補習班的中間一點點時間 我會到射辦掏出提供來做個幾頁這樣 對所以我是有接受過正規日語教育的 各位真的不要覺得你光看動畫 看Vision的無通駕馭日文的文法 為什麼我後期可以自學 是因為在我停上家教之前 我的老師已經幫我教到介系詞 Ni o de ga e kara 之類的用法動詞變化 什麼過去式進行式也都覺得差不多了 也就是說雖然我還沒有整個都學會 但是最重要的地基文法 老師已經幫我打好了 那剩下更細的東西對我來說 就會更好處理 因此呢想學日文我給你的第一大建議 對不起就是這麼無聊 請你盡早去上課吧 當然你不一定要找一對一夾角 找那種日文補習班 又或者網路課程也都可以啊 正因如此我想推薦各位 日語關鍵文法 50堂王可樂在你打通日語任督二賣 是的各位 文法是所有語言的地基 尤其對日文這一個 巨購與中文差距頗大語言來說 更是如此啊 但別擔心 王可樂老師他濃縮了自己 10多年來的教學經驗 一口氣統整了學生們 最常見最容易混淆的文法 設計成了50個關鍵問題 有潛入山帶學生來搞懂日文的文法 所有很難解釋清楚 或者找不到正確答案的文法 疑惑通通都會迎刃而解 王老師的教學內容非常的細 但每一個都屬於那種 你乍看之下 沒感覺就是一般人很常踩到坑的 你們自己看 老師簡單的 五題文法題哦 五分鐘就把自稱是日V的 知名VTuber給打回原型 無論是準備日語檢定的人 又或者單純是想在日常生活中理解 並應用日語的人 都很推薦你來試試這堂日語 關鍵文法50堂的課哦 好那上課真的是最有效率 且最穩當的做法 而且我要說 學一個語言有沒有熱誠 對你進步的幅度是真心影響很大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就是這麼愛看動畫 愛看日劇好了 那你相較其他人 絕對有很大優勢 因為你不但喜歡 還會主動去一直聽 算是一種自主學習嘛 你們知道 我當初之所以會去學日文 是因為我那個年代 我那些PSP啊 NBS啊 Wii啊的遊戲 都是沒有中文化的 是的 遊戲中文化 開始變成一種常態 是大約在PS4剛問世的那個時期 以前玩遊戲 我都是看著裡面 稍稍幾個漢字來亂猜 劇情在演什麼 而我媽以前剛好學過一點日文 所以我每一次 聞到不懂的地方 都會去問他 知道某一天 他真的不耐煩了 才把我丟去學日文 可是我本身就已經很有興趣了嘛 所以學的是非常認真的 有學日文到一定程度的一定知道哦 日文動詞後面 經常接著一串 會微妙改變句子意思的 用法 這我記得當初 我就是因為玩了 真三國無雙6 發現每一個武將說 Texio 打取得利 的用法都不太一樣 我才開始有了基礎的概念 各位在上學的時候 一定也都有自己喜歡不喜歡的科目嘛 跟那個是一樣的概念哦 只要喜歡很多東西學起來都會是很開心的 像我想現在看這部影片的同學啊 你們應該有不少人是因為看了V所以在學會不知道哪一個單字來的句子吧 歡迎留言分享 都是講到這一邊 我想來回答一個真的無法繞過的話題就是 看動漫真的可以學到日文嗎 摸著良心講這個問題 我覺得被常年誤解的太深了 你們知道 你要問我的話 那我覺得答案肯定就是 YES 可以的 我自己日文可以在沒有老師的情況下也持續進步 就是因為我每天都在打電動看動畫 多聽多看怎麼可能是沒有幫助了呢 只是你們懂的那些網路上說看動畫學不了日文的 他們真正在講的其實不是你學不到 而是要注意你有沒有學對不要誤用這件事情 動畫是一個虛構的世界 加上主題又非常多元 你總不會跟我說 欸我今天是一個鋼鐵直男 我打算看馬娘看點兔來學日常繪畫嘛 是不是一定要先確認主題跟內容 而且也得知道大多在動畫中出現的語句 可能蠻多都不適合在現實中使用 不是太魔幻就是太沒禮貌之類的 只是這些你都還是可以作為例外學技來嘛 而且喔就我自己而言動畫之所以對日文小白來說 意外是一個蠻好學的工具 一大原因是動畫人物的口齒我跟你保證是所有日文媒體裡面最清晰的 因為動畫的配音本來就有比較戲劇化的異陽遁挫 那自然講的每一個字都一定比目前的演員還要再更清楚了 所以呢我給各位的第二大建議就是 可以多看動畫 但是還是要劃清虛實界限 最後第三大建議就比較簡單 是我個人推薦的自學素材成錄表 從清晰好學的到實用但比較困難的 首先最好聽懂最好學 但也最難在現實中拿來用的當然就是動畫跟遊戲 再來中階的是日劇跟電影 但是呢當你又是開始的那種電視節目啊還日文YTVTuber啊都可以聽了 那聽這些學是最好的 因為Youtuber他們講話最接近正常人的方式 而V儘管會裝一下聲音 但他們大多時候都還是在正常說話 所以並不會差太多 OK那看完這部影片 要是大家迫不及待想要踏上日文學習之路 那歡迎來體驗體驗王可樂老師的課程 這裡要給所有耐心看到最後的觀眾朋友們一個超讚的福利啊 現在起到10月3日只只要購買課程 就能想低於4折的超佛心優惠喔 不趁現在哀求爸媽就要來不及了 而且呢現在收看這部影片的僅穿的忠實觀眾 我們的大乾爹還提供了頻道專屬的折扣碼 到網站輸入イノカワ 還可以再折300元喔 這堂課能幫學生扎實的打好至少N3的文法應用基礎 你程度要是到N2以上的日面有你可以延伸學習的內容 不論是初學者還是準備要考檢定的同學 這道課程都一定能打通你日文的任督二脈 OK我是錦穿一我們下部影片見 下部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